2018年8月8日下午 山东广播电视台活动部主任王娟女士 与中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严苑女士 来访法国华人电视台 欧洲中夷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 法国华人电视台总裁陈世明先生 台长陈辰女士 对山东广播电视台疫情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 在法国华人电视台台长陈辰女士的带领下 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同仁 参观了法国华人电视台编辑部 技术部 节目部 以及录播大厅等 并介绍了近年来 法国华人电视台与海内外各大媒体平台的发展 与合作概况 参观过后 山东广播电视台活动部主任 王娟女士 以及中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 严苑女士 对欧洲中夷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 法国华人电视台总裁陈世明先生 进行了专访 采访中 王娟女士 首先感谢了中夷传媒 对山东广播电视台 法国之行的盛行邀请 也对中夷传媒近十年来 在中法文化交流中 做出的巨大贡献 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今年 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创意的五周年 法国总统马克龙先生及其政府 也表达了加入一带一路的愿望 山东广播电视台 就未来欧洲中夷文化传媒集团的发展 及文化交流项目进行了深入了解 与此同时 也就法国支持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法国民众对当代中国的印象 及了解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欧洲中夷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 法国华人电视台总裁 陈世明先生表示 对于许多法国人来讲 古老的中国依然蒙着神秘的面纱 却不再令人敬畏 有的只是旧照片里的落后愚昧 和几十年前的红色海洋 直到突然有一天 加勒福里的商品大都成了中国制造 阿尔斯通的火车技术被转让 空客的飞机被大量采购 法国人这才发现 中国人又站到了世界的镜头里 而欧洲中夷文化传媒集团的创立初衷 也是希望让更多的法国人 欧洲人更正确 更全面地了解中国 采访结束后 山东广播电视台活动部主任 王娟女士表示 未来希望双方能共同致力于 推进中法文化交流 在影视制作和传播 中法文化交流活动等多个领域 展开全方位合作 法国华人卫视巴黎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法国华人电视台 商界理事协会品牌推广战略 华人平台成就华人品牌 法国华人电视台 商界理事协会品牌推广战略 华人平台成就华人品牌 自私人品牌推广战略 自然网振匙 自然网振匙 自然网振医地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